是疲劳驾驶车祸 结果有一名54岁的晨熙男子 清晨三点多 开车行进台中三名路时 疑似睡着了 结果他撞路边 停在车阁内的八辆机车 幸好人没有受伤 而另外一起车祸呢 发生在花莲 19岁的方姓敏大声骑着机车 疑似转弯没有注意到 不慎跟21岁的王姓骑士 发生碰撞 骑士重伤送医 监视期排下 白色轿车越开越旁边 逐渐偏离车道 没有想到下一秒 就像打保龄球一样 直接擦撞路旁 停在车阁内的一整排机车 现场一片凌乱 车阁零件散落一地 地板上还留着 长长的刹车痕迹 撞击力道不小 而造势的驾驶也坦承 自己疲劳驾驶酿祸 不小心有那个撞到 开到睡着 就精神不好就对 受警方货报到场 除了找来清洁人员 帮忙清理伤后外 也对男子进行酒册 酒册指示零 出于注意前方状况 是碰撞路旁停车阁内 拔布机车造势 车祸意外频传 就读东华大学 19岁的方姓女大生 骑机车行经台 11丙线6.5公里处时 从外线切到中线 准备左转 没想到对象 另外一名机车骑士 看见机车突然冲了出来 连人带车 失控打滑 摔倒在地 男子的机车 弹飞到好几公尺远外 才停了下来 男子倒地后失去意识 路过的民众发现后 也赶紧上前关心 并且报警 救护人员赶到后 也立刻进行CPR抢救 经过抢救后 男子恢复了呼吸心跳 目前还在医院治疗当中 由于双方都没有酒精反应 而这起事故的详细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解台中花联综合报道